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不太一样的视频 本来我是有一个讲故事的视频给大家正在剪辑 但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上传了嘛 所以我就想快速地做一个还比较有意思的视频吧 就是最近浪姐是不是开播了嘛 然后我跟我老公也有一起看 我就想让她帮我为33位姐姐做一个颜值排序 之前我浪姐1的时候有做过一个变聊变化妆的视频 然后我就聊到浪姐这个节目 很多朋友就很好奇我老公觉得哪位姐姐的颜值是最高的 当时好像她的Top2是金城跟袁永林 我看了好多人的reaction的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 反正我挺喜欢看的 我就想着说要不然这次就让她给姐姐们的颜值排个序 还是想先声明一下 颜值排序并不是外貌歧视啊 每个人都有她喜欢和不喜欢的类型 如果麻烦到了哪位姐姐或者是哪位姐姐的粉丝们 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老公是纯路人 她完全不认识这三三位姐姐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童年滤镜呀 作品滤镜等等 虽然她在排序之前已经看过姐姐们的出舞台和一共舞台了 但是在选的时候她完全对不上好 完全认不出来任何人 甚至有几个姐姐她说啊长得都一样了 我用的是浪姐斯官微的图片 其实这些图片不是特别好 有的脸也看不清楚 有的就是跟她们本人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所以呢 这个图片是不太客观的 但是呢我也找不到更好的图片了 我老公在选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吐槽 啊这个姐姐连眼睛都看不到 那个姐姐看上去有对眼 我真的是服了芒果的照片了 怎么能拍的这么丑 像母倩姐姐这么水灵的妹子 竟然被她们拍的确实是有点对眼 真的是无力吐槽 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图片了 所以呢只能根据这些图片来 她选出来的number one 我自己觉得有点意料之外 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get out这位姐姐的美 我知道她是很美 但如果想number one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想到她 但是我看到她二宫的舞台 我真的觉得哇好惊艳啊 我终于get out她的美了 你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 总之呢 如果说是我自己选 颜值top的话 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像张嘉妮 还有一个我不太熟悉的演员 叫陈彬 我看到她 我真的觉得她长得好美好漂亮 每一次镜头扫到她的时候 我都觉得哇 这个姐姐好漂亮 是谁啊 我都会去专门看一下她的名字 可惜呢 她那么早就被淘汰了 但是我希望她在这个节目里面 被注意到吧 以后也能接到更多好的角色 但是如果真的要让我选top one的话 我还是会选猪猪 因为我真的觉得 她是不符合现代大众审美的那种美女 有点圆润啊 然后又很纯天然的 不是那种大双眼皮 见下巴的 所谓的网红脸的美女 总之呢 我是很喜欢她 所以她是我的颜值top 那如果说 在这个节目里 我的one pick 就是我最喜欢 最让她获得西位出道的 就是我们的Amber 那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位姐姐 我的手机名到现在 还有FX的girl 所以呢 真的非常希望她能够走到最后 本来在我老公选的时候 我是有全程录下来的 但是呢 后来我觉得那个音频的质量也不是很好 而且呢 那一段其实很没意思 因为她很久都没有说话 就是一直在选 一直在专重她的注意力 没有很多的点评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 也挺没意思的 就决定不放那一段 而是直接给大家上 她的颜值排序 那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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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